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來繼續看第12章的主線劇情吧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始 剛剛那個是白旗吧對不對,中法少年,然後還有陰性 所以說小貓咪跟白旗有什麼關聯啊? Black Swan 對啊,這次的事情都是跟這個黑天鵝組織有關的喔 所以等一下啊 這個孤兒院的兒童被綁架或者失蹤,然後Black Swan那個時候也出現 該不會他們拿兒童做實驗吧,我的天啊 然後兩年前,Black Swan重新開始活動 那個時候剛好是爸爸過世的時間 所以感覺爸爸去世的事情跟他們也有關聯啊 這一切一定不是巧合啊 李子也說他會繼續調查,但我也無法繼續等待 所以我們要開始調查了,翻爸爸的筆記本 找到什麼東西啊 在17年前的筆記裡,一向只記錄超能力者的部分 卻記錄了一起案件 一起在任何報紙網路都查不到的案件 一家四口在北區一座瀑布突然失蹤 現場毫無掙扎打鬥的痕跡 只留下一輛從內部鎖住的造車 和一台報廢的相機 怎麼回事啊?穿越了嗎? 啊,等一下啊 這一堆一家四口的夫妻和兒女 他們是,車子從內部鎖住嗎 該不會他們從車子內部到達了另外一個時空裂縫吧 到達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嗎 爸爸是怎麼知道的 難道爸爸也有超能力嗎 喔,對於Key的追蹤報導喔 對了,Key如果不知道是誰的話 他是第八章有出現的 他是一個超級駭客 曾經啦,他有兩任Key 上一代是個超級駭客 然後新一代的Key 也就是上一代的超級駭客的徒弟 其實就是,周其洛 在整個報導的最後 爸爸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 Key答應和我見面 但我卻再也沒能聯絡到他 我還是晚了一步 周其洛曾經告訴我 Key因為一些緣故隱退了 為什麼爸爸說再也沒能聯絡到他 還是晚了一步 該不會他死了吧 還是跑到哪一個時空裂縫裡了 爸爸說 如果我沒有推測錯誤 他們應該就在那裡 他們要回來了 我要抓緊時間了 然後最後有一個小小的S字母 這是什麼意思 是...Swan嗎? 天鵝嗎? 還是什麼? 他們是指Black Swan嗎? 然後電話響起了 是很久沒有聯絡的白氣 你 通訊講話 你先說 你說吧 身體好點了嗎 嗯 恢復得很好 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嗯 那就好 其實我 怎麼了 算了 沒事就好 又來了 又要欲言又急 話不能一次說完嗎 你這段時間去哪裡了 我都聯絡不上你 很擔心 我出了個任務 已經解決了 不用擔心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你心裡 喔沒有 我在家裡 對了 我有些事情想問你 什麼事 是關於Black Swan的喔 你還記得我跟你提過的這個組織嗎 我最近知道了一些資訊 可能我這段時間遭遇的危險 都和這個組織有關 雖然我沒有辦法直接證明這些 17年前的孤兒院事件 爸爸突然發生了車禍 也許都和這個組織脫不了關係 我現在想知道更多關於他的資訊 你能不能把你知道事情都告訴我 這些都是誰告訴你的 我爸爸告訴我的歐利責眼喔 我以為是從爸爸的筆記本看到的 好 我答應你 你等我一下 我帶你去個地方 哇 他真的答應啊 我以為他還說不行啊 什麼以後再告訴你啊之類的 去哪裡啊 能告訴你真相的地方 嗯 就像有感應似的 在我酒下最後一個台階的時候 他也轉過了身 這種有默契的感覺真的很棒啊 什麼話都不用說 互相都知道了 很久沒有看在白齊樓 他似乎比上次見面的時候瘦了一些 我上次在11張的結尾有看到嗎 他在跟人家打鬥 應該是為了幫女主角報仇吧 因為上次女主角的第10張結尾不是受了重傷嗎 然後白齊找那個人報仇 不認得我啦 當然認得啦 怎麼可能不認得 不...不是啦 就是好像感覺很久沒有見到了一樣 太棒了扣安全帽啊 然後我坐在後座抱起了白齊的腰 哇太棒了吧 坐穩了 好棒嗎 我忽然發現他脖子露出一紙皮膚上 有一個很新的傷口 今天啊白齊受傷了 白齊你還好嗎 雖然他不說也讓我不要擔心 但是這段期間他一定也經歷了什麼事情吧 白齊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什麼事情啊 怎麼突然這麼問 因為... 你覺得你好像瘦了 你的背都受傷了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雙手交給的地方就被白齊的手往前進去拉了一下 他把我們抱他的手拉緊了一些 那就抱緊一點 嗯 哇這什麼地方啊 新背景啊 禁區 閒人止步 怎麼長得這麼眼熟啊 真的像什麼地方啊 像不像我們模擬市民室的鬼奇小鎮 那個凹槽實驗室 像不像啊 超像的喔 這個是一個一早就被禁止進入的區域 天啊 他到底到什麼地方啊 據說因為某種原因 這一區的輻射遠高於正常標準 不適合居住 所以長期處於封鎖狀態 這裡該不會進行什麼奇怪的實驗吧 把眼睛閉上 一定要嗎 我們只好閉上眼睛 抱緊了白騎 哇 天啊 這個地方也太酷了吧 超酷的 這是什麼實驗室嗎 感覺好未來感喔 哇 更酷了 這是什麼中控室喔 剛才為什麼會 是特殊EVO的作用 可以影響人眼成像 所以是白騎 強迫們不要看嗎 這是哪裡啊 特殲署在烈雨室的行動部 原來如此 特殲署喔 特殲署喔 特警部隊的總部嗎 這裡和小串中完全不同 我以為會和軍隊一樣 沒想到卻截然相反 真的 感覺好未來感喔 很像拍什麼復仇者聯盟的基地耶 哇 機器發出聲音啊 機器會講話 身份確認成功 特殲B7歡迎歸來 所以白騎是特殲B7嗎 然後場邊裂開一道縫隙 迅速將兩邊擴大 其後的一切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又是銀白色的通道 這裡我真的可以進去嗎 不用擔心 我已經提交過申請了 真的可以這個樣子嗎 這裡是可以參觀的地方嗎 特殲署名義上是軍方的特殲部隊 但我們獨立於軍方和政府 並不從屬任何一方 現在是訓練時間 其他人都在場外訓練 外面有個室外的訓練場所 我失望的發現 在訓練場所他們做的是普通的體能訓練 並免我想像中的使用EVOL的形象 什麼想像的是他們做什麼特殊的東西嗎 練習飛啊 練習什麼快速移動 瞬間移動之類的嗎 有一個穿著擺起同樣制服的年輕軍官 看見我愣了一下 然後露出了異味現場的笑容 哇你有照片啊 是怎樣啊 雖然獨立於軍方 但這裡的訓練和任務 比軍隊要嚴格殘酷的多 這裡的所有人都擁有超能力嗎 是 這裡的所有人都是EVOL 被稱為EVOL特警 所以原來有超能力的人這麼多 EVOL特警的主要任務 是偵查超能力犯罪 欺捕超能力罪犯 所以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警察 一開始保護我也是特警署給你的任務嗎 不算 是我自己申請的 還可以這個樣子喔 還有雷射光的掃描嗎 真的太科幻了 EVOL FLUCTUATION BASELINE TEST 它的EVOL的波動的測試 這是用來測試EVOL的嗎 嗯 測試EVOL的波動值 不出10秒 掃描結束 螢幕上顯示出結果 EVOL is under control EVOL在控制範圍內 我們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不允許出現任何差錯 所以每天都要控制EVOL在正常的範圍內 會有些意外啊 這與我知道EVOL的資訊相差限遠 那我們就是也要小瞄一下 難道EVOL會波動嗎 不僅會有變動 當波動超過一定數值後 可能會發生異變 什麼可怕喔 異變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 如果沒有特殊的原因 這種情況極少會出現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了 啊 沒事 指揮官想見你 為什麼 感覺好可怕喔 指揮官 特殲署的最高負責人 你進入基地需要經過他的批准 指揮官為什麼要見我 我也不清楚 不用太緊張 我和你一起過去 太酷了吧 所以感覺他們是個秘密基地嗎 秘密實驗室 秘密軍隊叫的感覺 裡面真的超級科幻未來感啊 很像那種科幻片的場景啊 超酷的 而是他提到喔 EVOL的數值會波動 所以這樣看來的話 我感覺喔 EVOL這種東西 感覺它是某種 荷爾蒙嗎 有點像 因為它數值會波動嗎 所以我感覺EVOL可能是存在於身體當中的某種特殊的荷爾蒙 類似腎上腺素那樣的感覺嗎 可以激發人類身體的潛能 激發人類身體的體能極限這樣 那如果這個EVOL的濃度 在一個合適範圍內 就可以最佳的激發你的潛能 可是超出的話最有危險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吧 感覺我們真的得知越來越多資訊了 越來越有趣了 好吧 那我們下次再來繼續咯 我們直接看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已久訂閱的話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咯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